迎接农历春节让小朋友们提前感受年节的热闹氛围 花莲市立幼儿园21号举办送旧暖心围炉活动 300多名大中小班的同学们齐聚看表演围炉吃火锅 而市长也到场发送巧克力陪孩子体验新年围炉分享以及祝福提前度过欢乐的年节 跳起来扭一点 花莲市立幼儿园在过年前夕21日举办送族暖心围炉活动 300多名大中小班的小朋友看着老师们演出年寿来了的故事目不转睛哈哈大笑 也教孩子们用课语台语说十年快乐等吉祥话认识春节应景食物 市长薇嘉贤也出席发送巧克力而受疫情影响往年都是全校一起围炉 今年改在各班进行 接近过年了那我们花莲市立幼儿园在今天也举办相关围炉的活动 那主要也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能够体会一下我们围炉前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那围炉的过程里面过年的过程里面会经历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也把这些过去家里面所做的一些围炉的事情 然后分享给所有孩子们 那也让孩子们了解到其中的意义跟意涵 那再次也要恭喜每一个孩子后 过了年未来就是长大了一世 那也祈祉孩子们都要更听家里面的话 还有老师的话 那要更懂得一些生活上面的领域跟领域 那再次的也要谢谢所有的家长对于花莲市立幼儿园的信任 让每一个老师都可以放手地去教导五位孩子们 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成长真的是非常明显 那我们去看未来孩子都有一个完整的文革 在未来不论到行接教育的小学之上 然后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代理园长李飞玲表示 幼儿园针对节庆都会安排相关主题课程 卢万圣节圣诞节 这次透过围炉由老师精心安排活动 让小朋友知道民间故事由来 过年常吃的应景菜 文化习俗及地方吉祥话 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在快乐中学习与成长 记者讲帮演 华林士报导